有猴子闯进了台北市第二殡仪馆 大胆偷吃佛桌上面的苹果 甚至还躺在神像的玻璃柜上打瞌睡 也让民众看傻眼 好大胆的猴子直挺挺地站在供桌上 一口接着一口狂嗑苹果 这是二馆的新馆长 一转眼似乎吃饱了 又躺在如来佛神像的玻璃柜上 打了一个好大的哈欠 话说西俄纪孙悟空逃不出如来佛掌心 这场景让目击民众看得似乎完全无法连结 而且这只大胆的泼猴已连续两天 出现在台北市第二殡仪馆 想抓他可难了 足底教着食物跑啊跑 一下子就转进山里去了 17号这只猴子第一次献宗 被拍到在殡仪馆的停车场附近晃也晃 隔天更大胆的跑到景形楼三楼 祭派区挑衅如来佛投持又打盾 殡葬管理处说这正是创下二病45年来首次记录 猴子好之灵只是在看到他的时候 早已跑到火花场后面山区消失不见 官方招不到决定通报动保处 想办法来诱补 昨天跟前天在第二病感出现猴子的心中 那甚至有在博社上投资共鸣的行为 那我们也同时动跑出设施又不容进行又不 这怕猴子出没乱了殡葬礼仪又不容里放了橘子 不知道孙猴子下次会不会误入陷阱 记得李承琳胡卫伦台北报道